是的 主播柯文哲在這個124正式登記 形成這個柯五配柯文哲跟吳欣穎的搭配之後呢 也宣告藍白正式破局 上兩天藍營是對白營寄出這個禁令 不准他站台 而今天這個下午呢 柯文哲太太陳佩琪醫師 他也在臉書上發文說 其實批評這個藍營一直想要當政的這個心態 甚至還爆料說 當初有人有國民黨的大佬要求柯文哲當不分區就好 對此呢 柯文哲是說 柯文哲太太的話 他只是一個市民聽聽就好 我們來聽一下他稍早的最新訪問 如果從那個看好度上看來 當然目前還是賴清德最高嘛 不過如果扣掉賴清德那一組的話 再也還是目前還是我的看好度最高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啦 反正還有最後不到50天嘛 這個就繼續努力 我看是現在看起來 那麼過月是全面在擋 你覺得還不可以去幫他們做什麼事 現在是藍綠一起打嘛 不過是這樣啦 有時候皮球是這樣啦 你那個打得越用力反彈越強 其實可以做事情很多啦 還有點啦 這個還有50天嘛 所以當中都會一直在變化 他還算你說不知道要去哪裡辦活動 不知道每個地方去 總是去 會啦 這個 其實台灣喔 每天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只是昨天我在想說 就是整合沒有成功嘛 所以給大家都稍微沉澱一下 想一下 所以我們這兩天是大家都停下來在思考 這個也要有心情的重新整理 就是這樣啦 其實在我們整個談判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也一直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製造那個組合派啦 組戰派 那黃珊珊是總幹事嘛 當然最後的結果 大家會把那個結果歸咎於他啦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台民眾黨是一個很強調集體決策的一個團體嘛 所以 我倒覺得讓黃珊珊一個人去承擔 那什麼戰犯的這種罪名 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被問到 現在國民黨已經開始操作氣保 今天早上趙少康也打出了要投給這個 Hole Conpay這個組合 而他說這個 柯文哲當選的機率比較低 那柯文哲就回應了 他覺得這是很奇怪 國民黨的目標怎麼不是下架民進黨 而是要整併掉民眾黨呢 他說台灣是個充滿驚奇的島嶼 最後50天 還有很多的發展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彭妮主播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